嗨,大家好,我是乐高夜深学堂的夜深 这部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替您的孩子挑选合适的乐高教师 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 这是我第一次现身演出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有任何问题或鼓励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第一个重点是找离家进的教室 离家进的教室好处就是接送方便 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 小朋友的吃饭及写功课时间 不会被来来回回的车身给占据 那如果是假日上课的话 爸妈送小朋友去上课后 也可以放风或回家补个棉 第二个重点要注意的是教室空间 我先跟大家分享我心目中理想的教室 教室会分成组装区及测试区 分区的原因是因为steam课程 鼓励学生在错误中学习及如何解决问题 常常会需要小朋友在两个空间来回移动 那足够的空间才可以让小朋友大闲伸手 不会绑手绑脚 看完教室空间后可以看一下教具 这是第三个重点 教具是否有整理和回味 因为教具是乐高讲师们他们吃饭的工具 讲师如果有用心维护的话 基本上可以确保课程品质都有一定的水准 第四点有系统的课程规划 看完环境之后可以询问柜台的工作人员 各年龄层的课程规划 不同年龄层使用的教具都不一样 学习目标和教学方式也会有所差异 爸妈们也比较容易了解孩子的学习进度 第五点是讲师的回馈 不少家长会安排孩子上体验课 小朋友上完很喜欢就报名了 这时候我建议家长们在孩子上完体验课后 可以与授课的讲师询问一下学习状况 聊聊天 了解小朋友跟同侪之间的互动 之后要报名课程的话 就有比较多的参考依据 掌握以上五个重点 就可以替小朋友选出合适的乐高教室咯 如果影片中还有什么问题不懂的话 或是你有相关的经验想分享 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给我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